來關心國內的新冠病毒疫情 今天沒有新增本土個案 不過有新增九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都是突破性感染 分別是接種BNT 科興 AZ 以及嬌生疫苗 而指揮中心表示 疫苗混打十一月會上路 不會跳票 最快明天對外來說明 至於春節檢疫鬆綁方案 必須要減負國外疫苗接種證明 如果被發現提供不實的證明 最終將會開罰十五萬 國內新冠本土再度加零 也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以及連續第十一天零確診 不過新增九例境外移入病例 全都屬於突破性感染 其中包括五位印尼籍境外生 及一名印尼籍移工 而國內第十四期新冠疫苗已經開打 外界關心疫苗混打何時可以開放 讓第一劑接種AZ的民眾 可以選擇BNT或莫德納 作為第二級接種 指揮中心表示疫苗混打十一月上路 應該不會跳票 此外春節檢疫七加七加七鬆綁專案 也就是前七天可以自費入住 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 後七天可以返家進行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及七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入境者必須打過兩劑疫苗 而且滿十四天才可以申請 指揮中心證研議將接種證明影像上傳 以例後續研判 如果民眾提供不實接種證明 可以重罰十五萬元 至於春節期間集中檢疫所量能 指揮中心表示 將分六梯次釋出 每梯次提供三千六百 間房提供民眾預訂 服務量能高達兩萬一千六百人 預計從十一月十七號 週三上午十點起 開放有需求的民眾可以上網預訂 記者在說明講龍翔 這張特報道 中文字幕——YK